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越南足球 越南足球队呢,在昨天是一球小胜的泰国队 拿到了本次东南亚U23锦标赛的冠军 自此呢,越南队也是拿到了从U15到U23之间一系列的东南亚足球比赛的冠军 确实越南是目前东南亚的足球老大 我们想起越南足球就不得不提到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一胜一负越南队 其中第一场是靠五类最后时刻的强射得分 最终才3比2拿到了胜利 而第二场是1比3,完败给了越南队 对于越南,我们以前十几年,二十年以前 打越南就跟玩一样,是赢几个球的问题 但是现在如果再跟越南队打一场的话 按照中国队目前的状态不一定能赢的对手 无论在哪里比赛,在中国也不一定,在越南也不一定 或者在中立场地也不一定 所以呢,越南足球最近几年发展的非常快 中国足球在韩国,日本,伊朗,沙特之后 又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对手 我们看到在越南队和中国队这两场比赛中 越南队的船接配合也很明显好于中国队 越南足球也不是像以前那种小快铃的打法 他们的人员的体格也是越来越强壮 以前中国队打越南队,利用投球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利用自己十八般武艺也进不了越南队的球 确实越南队的成长是非常迅速 也给了中国足球一个非常大的警示 以前我们踢越南队,没问题 但是以后呢,踢越南队,自己的自信心都没有了 不光是成年国家队 就怕是一万二三,甚至年龄更小的足球队都会有点影响 毕竟两国足球水平 你像我们踢日本,韩国,成年国家队打不过 在青年队时期,自己上场心里面肯定有点顾虑 哎呀,就是我们肯定不如人家 肯定有这样的想法 虽然嘴皮上肯定要硬一点 但是内心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想法 所以呢,对于越南队,希望中国国家队要打好每一场比赛 不要给我们的后辈们添堵 中国和越南,两场比赛已经过去了 双方也都没有世界别出现 没有拿到最终满意的结果 但是今天押忍会,双方很有可能再次见面 那么中国队一定要重视跟越南队的每一场比赛 在杭州,在我们的本土 是坚决不能输给越南队的 那样的话,中国足球将陷入无底的深渊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